各位朋友 嗨嗨 我是黃松鳳梅 你好 哈囉 我剛才說我是封鬆的 你們覺得他今天帥不帥 是的 紅頭 哈哈 很尷尬的 那是體前不能贊你 因為非常成功地完成了 三場首次的首選一幕會 票房和口飛都非常好 這個是一件起事 起事一件接一件 接著還有新推出了這個優惠 Songs of Love 共同的音樂人合作 出了九首歌 還有一件起事就是 正式可以公布給朋友聽 那是你自己說的 說錯了嗎 就說一次了 是的 那今年應該會結婚了 是的 正式可以跟大家說 那以後不是叫他 是昨天訪女朋友的 是未婚妻來的 喂 現在不是有好日子嗎 沒有好日子的 但是師父一定有公理 是的 應該是公認的 為什麼沒有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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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空去省日子呢 還沒空去省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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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昨天呢 我還沒結婚 哈哈哈 喂 那人家是送婚嫁給你的 我希望是呀 但是就很希望 或者你都決定了 今年去的了 文獻唱的了 公開了 一個準七人坡 先啦 那剛剛我們結婚了 這個三場演唱會 裡面呢 還請到自己的偶像 天后級的人馬 一晚有日千華 一晚呢 還有容祖兒 有日蠢朋友 都沒知道 那他都表現很鎮定的 不會說 啊 很失禮啊 這個偶像面前很害怕 那我可能想想回到之前 那他們要開口請 天后的時候呢 有怕睡不著覺呢 有沒有說睡不著覺的 緊張啊 真的緊張的 尤其是呢 可能 你不知道在生日子的時候呢 看他什麼時候要回覆呢 那我給一個席和禮物席呢 他看了沒有呢 最怕就是看了 但還不回覆我 這樣 是你親自發訊息呢 對呀 Jory 嗯 我沒有貼完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那Jory的訊息 是說什麼呢 開場法怎樣呢 開場法是否要入一輪花園 才能入正題呢 一輪花園 就是入一輪花園的 我跟他說 我們要開場法 就是想 我很希望 因為 因為 無論家庭也好 看也好 他真的電話很容易 所以 他都會 是很直接的 是很直接的 但是你希望 就是希望 即是你沒有 在大埔 跟他出功能那張 那張 那張 阿祖怡形容是什麼 色色仔 是嗎 我真的想的 你沒有什麼 他就是色役仔 對呀色役仔 還有 魔女的意思 但是沒有鏡頭 又沒有給他 對呀 因為呢 今次無論 來的演唱會 你會沒有什麼 舊的照片 小時候 中學時候 回來 期間的照片 我們可以播出來 尤其是這盤衣服 那我就 那邊很像泥 我看到那張照片 咦 對呀 我有想過去送給他看 但我沒有想到 先回想到演唱會 給他看 保持神秘 也要殺他一個重心 昨天 我覺得當日 Joy 是不是很快 就已經答應 做你的嘉賓 他就說 他知道 他知道 我可以唱會 他知道 一定要唱 他說 這麼多淵源 我很感謝他 我真的很開心 來做這個 這樣才算 學合作 其實本來不至少 都是的 即是7月1 掌握所有的 合作 和一些嘉賓 應該是 我剛才做的 那我好 很開心 即是 反正 等一下 我花了很多 那才有下潛 我就是收到福了 聽聞呢 來個演唱會 會有Part 2 是 你想想 出門公司 或者投資者 聽到這個 都一定要有 哈哈 如果Part 2 真的做得成了 有沒有嘉賓 今次又未出現 但一直都很想請他們來 因為呢 由於我和全知 有第二部分 我先問公司 你先問問公司 公司 公司叫我講的 好 這樣 那當然 因為有一個 遙遠的事 遙遠的事 不知道 可能是一些遙遠的嘉賓 例如 遙遠的嘉賓 又是 學友 嘩 又是 許氏夫婦 許氏夫婦 即是 許氏夫婦 即是 我想 許氏夫婦 和你的經驗也很大 你在演唱會 或者之前的方案都提過 許氏夫婦 就是揣合 鄭秀文唱 高薪低功的那位 重要人物 是啊 嗯 希望你的Part 2 也希望我們看到 許氏夫婦 他不是只剩一個 他只剩一剩 一剩一剩 如果真正的話 真的很厲害 這個 這個演唱會 當然要講新專輯 Song of Love 哪張專輯呢 都有很多相場子在裡面 有什麼 那張專輯和劇場 很有分 先是我們說 這張專輯 全都討論 關於愛情的東西 那 過往可能沒有 大家會認識 但我都是一些 例子的 高山仔都是一雙手 那 所以說 始終 有些改變 始終人的改變 都希望 隨著我音樂 都會一整個改變 那 都好像有些好的 因為他很開心一時 不如他做一些 愛情 關於愛情 而這次也找到很不同的 音樂人外合作的 他放了 三個音樂人外合作的 三個音樂人外合作 有 林戴堅 有 快勝風 還有 另一聖人 他說 真的三個合作都不一樣 三個合作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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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先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 扔給我 他不懂 例如《一來一聽》 那首歌 他在他的鼓房 把一隻鼓出來 把一套鼓 跟他傳給我 然後他會發 然後 他的鼓 其實是一隻歌 因為他通常有了船 嘗試的 才打到鼻子上去 通常是先船 再加歌詞 接著做 最後是鼓的 最後那些吉利人 他反過來 就是做一個歌曲 那個鼓 由那個鼓 我去放那隻歌出來 有了新嘗試 有了新嘗試 而我們看歌詞的時候 都見到新嘗試 那你快要結婚 但你有一隻歌 是叫做《停止繁殖》 那你想怎樣呢 就是 這個有新嘗試 這件事 當然我不是問你 那你何時停止繁殖 反而當然是問 那你何時繁殖 應該是暫停繁殖 暫停繁殖 你的意思是之前不要停繁殖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意思是 應該是要結婚後的 打場 對 都是有計劃的 對 應該有這首歌 所以我故意不知道 都是要 感謝陳寧慶 是 在他 在這個期間 他寫這首歌 大家可能問他 會好一點嗎 那他有說 我都答過 就是說 因為 網集不出那種感覺 甚麼都錄完 我又要給你黑暗面 來試一下 所以 就是這個 《停止繁殖》 當然我們知道私底下的交易 跟肥婦妻 很可愛 很甜 在他IG裡面 就是放錢的 透露一下 不是吃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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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一點 你知道嗎 對 你還要投資 別人還答應你 你知道嗎 那買甚麼小禮物 或者平日 又揭露一點 他又喜歡甚麼 你會買甚麼去哄他 其實小禮物的東西 不一定很貴 有些很簡單的東西 就算是 例如說的 一些 例如這個商場 我現在幫你 去上樓上那個 很多東西放了 對 很多東西都很可愛 很多東西都是 令他很開心 所以說 一些很閃閃的事情 因為裡面的姐姐 充滿平身的 特別 以及這首歌 應該都是屬於別人妻的 掌聲 我們 聽林奕通常歌 轉頭回來 玩遊戲 張棠棠給你 好 送給大家 請小朋友 你好 哈囉 你好 你好 好美 好美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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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